- 好不好現場來關心一下盤情解析 稍微四處分析或馬上就要開盤了 好不好 台郭北股市這禮拜表現算是非常的強勁 8月以來一路啪啪啪往下沙 但從這禮拜開始往上反彈 現階段來說不錯 在今天往上即將要來看月線這個點位 17118點大概在這個水位當中 今天能不能持續再往上做反彈呢 這禮拜剩兩個交易日 在今天清晨收盤的台積電AD 因為漲價題材 AEDA率先漲了四個百分點以上 台積電接能不能持續扮演關鍵的領長的領頭羊 甚至整個第三代半導體族群 在這兩天的表現都有噴出的狀況 今天行期怎麼來掌握呢 我們先來關注到在今天國際股市的表現 目前雅股已經率先開盤了 今天日股開盤 日股目前小漲漲幅0.1% 上漲54點 27779點的水位行期 韓國股市目前來說也是開小高盤 漲幅0.2% 3155點 日韓股市現階段來說也是搭上了上漲的格局 所以在今天的台股 怎麼來做觀察 節目上請到專家 請到參專吳韋傑 韋傑早安 司官早 各位官朋友大家早安 先來看到目前國際股社其實都不錯 不只是現在日韓 日韓目前是少漲 但主要是美股 美股的科技股表現依舊是不錯 尤其跟我們息息相關的台積電聯電 基本上在今天清晨收盤ADR都是往上漲了 所以今天我們能不能預期 幾乎依舊是在電子股 尤其是台積電領軍的情況之下 再配上如果大力光能夠跟上來 台北股市反彈力道還有機會持續往上推嗎 好 其實現在台北股市反彈到現在 也碰到了月線的反壓 那以目前的一個交易狀況來說 月線以上的反壓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重 那所以其實要在量縮的情況當中 一次性的去做突破 也就是說在這一波 市場上期待的V轉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個人認為機會不大 機會不太大 那過去這兩個交易日當中 很明顯的看到是利用台積電的 這個指數的優勢 去往上帶動台北股市的反彈 那所以其實在台北股市的結構上面 就變成是一個回到垃圾盤的一個狀態 那垃圾盤就是拉台積電的盤 所以其實台積電的全值只要一旦貢獻下去 對台北股市來說 的確是有質穩的一個效應 但是對其他類股的表現來講 壓力可能就會比較沉重 像過去在台積電休息的時候 其實是傳統產業為主 包含鋼鐵包含航運 但是現在目前在台積電往上攻擊反彈的同時 其實也壓抑到了這些相關類股的一個表現 不然像航運類股 昨天的一個表現就相對的比較偏弱勢一些些 相較於前兩天的一個反彈 其實散裝航運就變弱了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從整個台積電的一個角度來看 雖然它上漲是一件好事 但是它只不過是一個跌破年限之後的反彈 也就是說台積電弱勢的格局沒有改變 而現在目前台北股市竟然是利用弱勢的族群來代理 也就是弱勢族群的反彈 它帶動了台北股市就不太可能回到量真的回升行情 所以我們才說從結構 從整個大盤的一個狀況來說 大概你要期待台北股市V轉 可能性是相對比較低 那所以在未來的一段時間當中 台北股市應該是要利用一個震盪的一個方式 去消化一萬七千點以上的套牢壓力 畢竟這個頭部大概有四到五個月左右的一個時間 因此相對應的時間對稱的觀念 你在打底的過程量說 大概也要這樣子的一個時間點 才有辦法能夠消化的掉頭部的套牢壓力 因為這一次在下殺到八月二十號最低點的時候 並沒有爆出超過六千億以上的大量 換言之籌碼沒有進行換手 也沒有進行沉澱 所以你只能利用時間換取空間的方式 把整個上方的套牢籌碼進行換手跟沉澱 所以時間會偷比較長 它比較沒有辦法能夠像五月十七號來建低之後 馬上就出現一個V轉 這個是比較難發生的 所以在台北股市當中 反彈上去之後的量縮 大家特別小心 尤其是攻到月線附近 就算它在短期間讓你看到突破月線的反壓 沒有帶量都不是真的突破 所以其實在今天 整個台北股市觀察重點上面就會放在 成交量能不能夠放大到至少四千億以上的一個水平 好 所以在量能部分 台北股市現階段往上反彈的關鍵 不過美股 韋傑先帶大家來看 美股的部分來說持續往上攻 尤其在這個科技部分來說 在科技股表現還是滿強勢的 韋傑帶大家看細節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在這個道雄工業指數 那道雄工業指數站回到月線之上之後 相對開始震盪 那我想其實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過去這一個月 我們說其實市場上 美國的市場其實在針對一件事情做定價 就是利率 利率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到底它要往上挑戰前波高點1.7 還是它要往下去回測1%的一個整數關卡 這個會變成是影響到美國股市的一個 結構變化重要的關鍵 我們說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往上漲 那道雄就會比較偏弱 對不對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因為往上揚升 科技類股就會回檔修正 所以其實在這個道雄工業指數 跟科技類股的一個調整上面 會稍微有一點點比較難分辨的一個狀況 但是至少從技術面來說 站穩在月線之上 都算是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好 另外我們看到在納斯達克指數 好 納斯達克指數 其實它再次的創下歷史新高 但是它的漲幅 已經開始出現明顯的縮小 為什麼 因為最近的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都非常非常的重 好 另外我們看到在納斯達克指數的部分 納斯達克指數也是一樣 它是屬於科技股 所以你看到昨天它是留了一個非常長的上影線 但是也還好它都站穩在月線之上 只是現在目前在科技類股的半導體產業族群當中 跟納斯達克的結構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本來都是它領漲 它現在領漲不了 領漲不了 所以其實到目前為止 即便我們看到台電ADR在反彈 我們看到其他的半導體產業股在反彈 都不代表說接下來半導體產業 還會再持續的 像上半年一樣那麼樣的好 我們看到結構面的一個觀察 看到其實在半導體產業的上漲 其實就只有NVIDIA在帶動 因為NVIDIA到目前為止 還在強勢的創歷史新高 維持在多頭格局 但其他的包含像是在高通 德州儀器高通這邊 然後美光 AMD 甚至在Intel 其實都出現了比較偏弱勢的發展 Intel是跌到年限之後的反彈 台積電ADR也是跌到年限之後的反彈 所以其實在半導體產業當中 已經出現了一個表現不同調分析的狀況 那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現在目前統計到六月底為止 半導體全球有九大半導體廠商 基本上他們的庫存水位 是來到了歷史新高 那這九家晶片廠商 其實分佈在 第一個消費性電子產業 不管是在手機PC或NB 另外就是在記憶體的族群當中 再來就是在車用晶片 你沒聽錯 你說車用晶片今天不是缺嗎 為什麼它庫存很高 告訴各位如果你這樣子要把它串成一個邏輯 代表車用晶片生產出來之後 運輸到各地的終端消費者要去進行組裝的時候 都碰到了塞港的問題 所以它都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 比如在港口或在海上還沒到 這個晶片的部分 所以會造成一個假性的供不應求 跟假性缺料的問題 一旦這件事情開始進行緩解 那對於庫存來說 就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而價格也會見到明顯的修正 最明顯的就是從面板股的 這個驅動IC晶片的價格的下跌 你就可以發現其實同樣的邏輯 好 那我們看到在這個總體經濟數據的部分 昨天公佈的是7月份的耐久財的訂單 新增耐久財訂單 它是出現明顯的下滑 那下滑到了是已經到了負值 負0.1月增率 那年增率是已經回落到了 只剩下YY年增16%的一個格局 但你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在看的時候是年增往上衝 但是它在經過高基期之後 也開始出現往下回落 這正常 因為前面這個是高基期 高基期 那現在目前就是碰到高基期的壓力 所以它一定會往下壓 回到哪裡呢 它大概回到這邊的一個均值的狀況 會比較正常 會比較正常 所以其實在7月份耐久財訂單的下滑 反映出來的是什麼 消費者的需求 其實沒有那麼樣的強烈 尤其是新增的耐久財訂單 這個反映的是 美國的實力經濟的資本支出狀況 我們看到下一張圖卡 比較重要的 關於消費者直接相關的 就是在汽車跟它的零部件的新增訂單 其實它出現明顯的下滑 而且它是還沒有經過季度調整 這反映的是最真實的一個狀況 因為季度調整完之後 它可能會有一些落差把它回歸回去 它目前是有一點點背離的狀況 但是還沒有經過調整之前 最真實的交易狀況是 它已經出現了下滑的現象 那代表中端消費者 我們對照於這個8月份的消費者新增指數來講 基本上快速度的下滑 原因對於它這些耐久才訂單的需求 就是出現明顯的下滑 所以在汽車的部分 你說汽車晶片晶片荒 可是需求在下滑 所以晶片荒這件事情到年底之前會慢慢的不見 因為你沒有需求你幹嘛要坐那麼多車 這個是大家特別留意的地方 另外我們看到在下一張圖的部分 這個是美國的股市在融資保證金餘額的一個統計的累積數據 那每一波只要你看到保證金餘額開始出現肩頭反轉 它都會醞釀什麼股市一波下跌 肩頭反轉股市就有一波跌幅 肩頭反轉就有一波跌幅跟修正 那同樣的在過去也是一樣 那現在又出現了融資保證金餘額的一個反轉現象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在標普500創歷史新高的過程當中 風險還是持續在增加當中 那我們看到在最後一張圖卡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常常說空頭不死多頭不止對不對 好現在空頭快死掉了 為什麼因為這是標普500裡面做空的一個成本 做空成本已經回到了相對於2000年的相對低點 那2000年發生什麼事 空頭死掉之後就崩盤了 空頭死掉就崩盤了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看起來 空頭已經快被打死掉了 那現在變成那多頭的力道已經開始出現結晶 因為過去這樣全部都是軋空的行情 那軋空到一個極致之後 強迫的融券全部回補完 沒有買方的力道 那當然股市就會自然的反轉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 整個美國股市的壓力非常非常的重 那另外就是會影響到台北股市的一個 我們台股回撤之後的一個反彈狀況 所以我們才說不要真的很天真的認為V轉一定會出現 當美國股市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回檔修正的時候 對台北股市來講壓力也是非常沉重 好 等一下 我不共來關注到在今天目前期貨已經開盤的最新表現了 今天期貨開的依舊不錯 目前漲幅快畢竟一個百分點了 上漲152點 17114持續朝月線的這個關卡來邁進 今天期貨就一開上去基本上月線快到了 所以看起來今天開盤其實還是相當的穩定 那台灣呢 台灣現在來說整個這個央行利率決策會議的 利息的政策會是什麼 現階段新聞層面呆打掌握 我目前楊金龍已經稍微暗示一下了 畢竟這個禮拜 大家在看全球央行年會嘛 那看起來下個禮拜我們的央行決策會議記錄會出來 基本上好像不會漲依舊是連六洞 所以目前看起來整個台灣的經濟體系跟利率的 這樣的一個水位來說 有沒有機會持續推升台股 這樣的一個利率水位怎麼來解讀 台灣其實我們的央行利率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這是我們之前已經有跟大家提過的 這是絕對不會動 因為兩件事情 第一個從官方統計的CPI的數據 台灣沒有通膨 台灣沒有通膨 你沒聽錯 你從官方的統計數據來看 台灣沒有通膨 那台灣的通膨膨脹最高呢 不會超過2% 大概就是在1.8%就見頂 封頂然後接下來就往下掉 不會有通膨膨脹 但你會說 那可是我們一直在買東西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變貴 那就廠商的問題 廠商就找任何的一個由頭 我跟你講塞港也會影響到成本 所以我們要調漲價格 消費者的感受跟官方看到的 這個統計數據的結果 結果是完全不太一樣的 所以台灣沒有通膨 所以不需要調漲利率或是調升利率 所以其實另外一塊就是在這個政府的一些相關的政策利益上面 因為房地產的這些財團 基本上就是比較大的一些幕後的這個金主嘛 所以不太能夠去調整利率 一調升我要影響到這些利率 那怎麼辦呢 那接下來選舉要怎麼辦呢 那所以這利率是絕對不能夠動的 另外我們看到在全球央行年會的關注重點 現在FED陷入到兩難了 什麼兩難 我們最近看到在這個Overnight RP的一個數據上面 是已經創下了歷史新高來到了1.2兆的資金 就是1.2兆的美元在一個晚上之內 全部都被回存到美聯儲的帳戶當中 那你過去放再多的1200億的這個金額出來都沒有用 所以資金過剩的問題非常嚴重 這也是美聯儲為什麼要去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當中 一直不斷的去提醒市場說 我可能會隨時鎖表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資金過剩 但是呢第二件事情它面臨到一個環境就是 我的總體經濟數據預估值全部都在往下掉 我的美國經濟呢已經在上半年見頂了 那到了下半年可能會越來越差 那我在經濟狀況變差的時候去升息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實體經濟發展 一定會 好一定會 所以呢到底是要把這個QE縮減呢給縮掉 還是說我要繼續放著 可是繼續放著不太對呀 市場上資金又這麼多 那我該怎麼辦 所以呢在這個全球央行聯會上面 就會被視為是鮑威爾面對於這個連任壓力的 一場比較關鍵性的演說 現在還好呢 現在目前葉倫是表態支持這個鮑威爾連任 看起來鮑威爾在過去的表現上面 是有獲得葉倫的歡心 所以其實他表態說 其實我覺得 這個鮑威爾做得不錯應該可以連任 那所以呢其實就目前看起來 整個央行聯會應該談話會比較偏中性 也就是有可能大家又會找不到方向 但找不到方向總會有個定價的邏輯出來 但等到央行聯會之後 大家就會知道利率的方向就會變成是全球資產價格定價的一個趨勢 好那至於台北股市今天怎麼來的關注呢 看起來今天勢必又是拉台積電 那當然台積電相關的大聯盟 像有沒有機會跟著動跟著往上攻 因為現在不只台電要漲價咯 現在傳出聯電利電也要跟漲 整個晶圓代溝 背點名包括還有封測MCU這些等等 這一些台積電相關周邊大聯盟 有沒有機會跟著一起往上攻上來 怎麼看這一波的漲價題材偉傑 好忘記這個台積電的漲價 我覺得他是為了毛利率而來的 因為畢竟毛利率太低了 已經連續兩個月都這樣子了 我為了要救全球的汽車市場 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那你現在讓我漲價嘛 我維持毛利率比較好看一點點 至少我會不會太差 所以我覺得他未必是說為了客戶的關係 或是這個需求或供給面的問題 他純粹就只是想要把這個毛利率拉上來 所以去進行一個漲價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台積電的這個表現上面 我個人是覺得就中性看單 因為過去傳出任何台積電漲價的利多 都不會有任何的刺激 那這一次其實只是剛剛好什麼 剛剛好就是年限嘛 跌到年限之後的一個反彈 那我們看一下台積電2330 台積電他已經封閉掉了 這個8月18號的空方缺口 這個空方缺口一封閉 對台積電來講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就免除掉再破低的可能性 再破低基本上機率就很少了 那他現在已經領長大牌了 對 他已經先佔院線了 對 但是我們過去有講 其實台積電它是一個落後指標 為什麼 因為這一波都沒跟嘛 台北股是創歷史新高 他沒有再創歷史新高 他在一月份就見高了 對不對 所以他都沒有跟上 所以他是弱勢指標 所以最近這四個交易日 這三個交易日的反彈 利用台積電去帶動 其實就是結構什麼 弱勢反彈 所以弱勢反彈 當然不會有成交量 你看連台積電都沒有量 然後呢 這兩天呢 外資才零零星星 兩天買不到一萬張 那你不是說 你的目標價上看九百嗎 你怎麼沒有那麼多的人來響應 為什麼 各位 跟我剛剛特別講的一件事情有關 台積電被點名是庫存所謂 相對比較偏高的廠商之一 台積電 所以其實有很多外資 面對台積電的評價 已經開始出現分歧 看好了就覺得毛利率未來五成 所以持續看好它往上修 可是呢 面對於短期的這種庫存所謂偏高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廠商會有疑慮 為什麼 它就可能會變成是像面板股 跟驅動IC的關係 所以當下游 比如說今年現在目前NBPC都不好了 那如果手機再不好 蘋果再不好 那其實對台積電來講 晶片的壓力會很重 汽車的銷售狀況已經開始變差了 那對於它生產這麼多的汽車晶片來講 也會變成是它的一個壓力 所以為什麼它非漲價不可 因為我要把這個庫存的壓力 暫時的利用漲價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稍微填補回來一點點 所以你說真的封閉掉在8月18號 對只能免除掉破滴的機會 但是它回到這個鄉型區間之後 它又開始震盪 它又開始震盪 所以其實目前看起來台積電的階段性任務 應該是已經完成 另外我們看2303的聯電 聯電就比較強一點點 不過在這一波相對表現稍微失落一點點 雖然說沿著月線在往上跑 但是在外資的買盤的部分也不太積極了 大概就是已經建倉在這邊了 所以可能就等它再過高 我們再去做觀察 至少目前聯電是維持相對比較強勢的一個格局 那至少在電子股當中 這個晶圓代工還能夠撐盤 因為弱勢的在反彈強勢的續牆 另外這就是在航運類股的部分表現都非常重要 當航運類股能夠續揚 那當然對台北股市來說 整體反彈是OK 但是成交量可能還是出不來 所以大家在反彈的時候 特別留一下成交量的變化 好 那至於在大力光呢 昨天其實二歲光學先動了 但是母雞大力光沒有動 那大力光現在說了 下半年會比上半年好囉 現在每個月會越來越進步了 所以大力光有沒有機會跟上來 好 我想其實大力光的股價已經走入了長空的一個趨勢 所以它都只是一個跌升性的反彈 那另外現在目前看起來 它雖然有一些營收觸底反彈的機會 但是這個需求量看起來沒有很大 為什麼 因為大力光它其實是蘋果供應鏈的一個 比較重要的關鍵零組件廠商 可是它並沒有出現很大量的一個拉貨槽 我們說數量對他們來說才是最重要 看起來今年蘋果賣得不會很好 所以其實在大力光的影響上面 股價可能會出現跌升的反彈 但是你要說它回到長多的格局 其實有一點點困難 所以當然在這個缺料的行情裡面 大家特別留意一下上游的影像感測器相關的個股 其實表現都相對比較偏弱勢 所以大家在觀察整個產業鏈的時候 不是只有個別公司 它的供應鏈一定要一併做觀察 否則就會像面板一樣 面板報價下跌了 結果到現在你的驅動IC才開始破滴破滴 所以有一些實驗差 要替大家做注意 風險還是要自行掌握一下下 好 這是今天的行情 感謝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五次再會